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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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有的食堂上方增建三层楼 这座综合大楼的建筑经费 预计需要五百万令吉 筹建会主席拿督司李梁恒生 就为此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嘉年华义卖会 义跑 中元节的乐捐等等 以早日达成目标 为了要大致目标 我们筹建委员会策划了一系列的投目活动 当然最重要的筹款活动 是在11月12日 Tiger新州日报华教艺演 希望各界人士勇业地出席 筹委会主席谢珊珊 是这次Tiger新州华教艺演的先锋 她除了协调演出的安排 也四处奔波 寻求赞助商家及热心人士的支持 我们补种一共有六所华小 精致华小是唯一一间没有礼堂的华小 这一次筹款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把我们的礼堂建上来 希望各界的热心人士 能慷慨解囊地给我们协助 让我们可以尽快地达标 Tiger新州日演的合作 这一次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 第一次是在2015年 所以我们是默契十足 上一次我们是达标的 我们希望这一次 我们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筹的目标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礼堂 这一次我们接用了汉明华小的礼堂 也很感谢汉明华小 让我们可以接用他们的礼堂 来办这一次的筹款晚宴 校长高丽丽本来是科学老师 对于学校目前课室的不足 学生难以进行实验 以及很多活动无法展开 深感无奈 因此对于综合大楼的建设 他一直期望能早日完成 我本身是科学老师 但是静置滑小 没有科学室 我非常遗憾 因为我的学生 不能有效地进行科学实验 老师们只有在拥挤的课室里面 进行科学实验 只有一部分的学生有机会亲自去体验 做实验的乐趣 从千校前剩下最后的三名应议学生 由微型华小到今天有一千多名学生 静置滑小的转变 看在千校前最后一任董事长吴瑞彪的眼里 除了庆幸也有无限的感触 一辈子为华教贡献的吴老前辈 为了支持这次的筹款活动 特别从迦勒来到了静置滑小 于浮宗的校园 做出了恳求的呼吁 在我担任董事长的时候 我们只剩下两名的学生 所以如果这个学生不搬出去就完了 在当时我们的国务员 当事业料中来 还有马化总会长 他都是魏家祥的协助下 我们成功地把学生搬来了 今天的这个浮宗静置滑小 当时的社团领袖 还有我们董事部的决定 是没有错的 所以希望静置滑小这次的筹款 能够达表一眼成功 就学校一路成长 变得更壮更美丽 静置滑小有很多家长 在浦种一带做生意 其中由两家经营了十多年的餐厅 是浦种人早已耳熟能详的美食 天天来苦瓜汤餐厅的老板蔡长斌 把孩子送进静置面书 对学校的筹款当然是率先支持 以太销烧鸭辣味著名的顺乐海鲜饭店 开了两家店在浦种 老板娘李慧婷的两个孩子 分别在静置就读四五年级 他对学校筹建新大楼增加新生的名额 表示赞赏与支持 当然也以实际行动来响应这次的筹款 这是我们的招牌 拿包黑杀 除了学生家长经营的餐厅 很多在浦种的美食中心做生意的当主 也都一直默默支持静置滑小 比如日来美食中心 929美食中心 DG美食中心 还有早适的发沙 也有很多支持静置的商家 静置校舍后面的娃娃三休闲公园 环境优美 吸引了很多雪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运动 喜欢爬山 观鸟的朋友 这里是个好去处 11月12日 在浦种汉民华晓大礼堂 举办的Tiger新洲华教艺演 静置华晓 邀请您参与我们的压久演出 一起为华文教育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尤其是校友们的回馈 让筹建综合大楼的计划能早日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